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民和尚 敬禮薩迦正空上師 敬禮十六師大寶寶王喀瑪巴 敬禮圖登大吉上師 敬禮譚成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 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如來 師母擔真教授 圖登實地 圖登開馬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盟 還有網路上的同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心情好 心臟 乾恩 愛してる 現在 俺 阿彌陀 俺 阿彌陀 ケケロモチョ すごい 一番 気持ちいい 今天特别有一个 应该讲是一个神匠 到我们庙来 特别有一个神匠 到我们庙来 那个 那个鹿港 住在鹿港的 请站起来 一般这位神匠 在你身上 那个 他来的时候 你是站着 还是坐着 你是坐着 你是坐下来吗 都有 都有 哪怕你站到前面来 你站在这里 你站着好了 还是坐着都有 站着也有 我先念 天灵灵 地灵灵 蓬灰轮转未停 罗车散泰柱 港的灵 你讲白话 我只要说一年 我可以讲国语 但我不会讲广东话 今天就是有幸 跟着这个弟子来到这里 其实呢 我也是故意如实尊的 如实尊在书上有写到 大神也皈依如实尊 那个大神就是我 罗扎三太子 因为有人去那边问世 我跟他说你要去找如实尊 他说我找你就好了 为什么要找如实尊 我说因为他是我的师父 他是世上当今的佛 所以要去归于他 你才能够得到救度 缘分是这样的 感恩失踪 好 谢谢你 他发童子的声音 谢谢师父 讲几句小孩子的声音的话 他有讲童子的话吗 小孩子的声音啊 我想要报告实尊 就是上个礼拜直播之后 很多同盟们在网络上就是有一些声音啊 说我沾世尊的光 要借实尊来出名 其实我从1996年归一实尊到现在已经28年了 我天天都在沾世尊的光 我每天都在三光加倍 好 所以我非常感谢师尊 一切荣耀都来自根本上师 所以今天能够第二次来到新雅图 我非常的感恩 也不是为了要出名 其实我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感恩失尊 好 谢谢大家 你把麦克风拿给那个同来的台北的 他也能够讲天语 叫他讲几句 唱词 敬禮之尊 这是刚刚空心目在修法的时候 一直在唱不断反复音颂的歌 你们请坐吧 刚刚是修法的时候 罗沙三太子 他显现在我们庙的中央 这个西空之中 所以他一定是想要 他出来讲几句话 就让他讲几句话 我们今天修的是 阿弥陀佛的本尊法 他们从这个 他们这次有几个越南的同门来 越南 美南 你们站起来一下 你是从LA来跟文库吧 以后欢迎你们常来 其中有一位 他是演越南戏剧的艺人 越南戏剧的艺人 对不对 他很会演戏 他会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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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Master Buddha 我认为一年 今天我来 I'm so happy and lucky 谢谢师傅 他们是今天晚上要来皈依的 我们请他唱一唱越南的歌 OK I'm singing in Vietnam, OK? OK Dia Dung ơi Nếu ngày mai này ta có đi xa chân Bước đường tìm chân ly Thì ta chỉ mong nàng nơi trốn thăm Cung đừng sầu lùy nhớ thương Tình ta đối với Dia Dung sinh tròn Diet mặn nồng Nhưng ơi ơi Dao bốn cửa thành lòng ta đau xót Khi thấy sanh và bệnh tử Dang lúc khổ đau Dia Dung ơi Dia Dung Dai Dung Jong Vang Dor Dung D장 D 好 請坐 他大部分來講 他是一個藝人 他每一次演 都是演這個夜男的 我們講的是 如果在台灣就叫歌仔戲 在台灣就叫歌戲 他是演夜男的 戲劇的一個明星 很有名的明星 越南戲劇的一個很有名的明星 他 我們講說 在 Malanchana 他就唱那個精戲 在台灣叫歌仔戲 在越南 就叫越南大戲 他是這樣子的一個明星 長得很年輕瀟灑 雲俊 他人很不錯的 很不錯 將來他是有成就的 今天算是 這個眾星會集 都在這裡 一點名 他們都會唱 這高手如影 彼此過招 阿彌陀佛呢 他本身 他的化身非常多 他有三十六萬億 一十一萬九千五百 同名同好阿彌陀佛 他的化身非常的多 所以師尊有法身 也不奇怪 也不奇怪 我曾經 想要到非洲去洪華 想要到非洲去洪華 但是非洲其實很不容易洪華 你們這裡有到過非洲的人嗎 現在在座的 你曾經到過非洲 你是當大使嗎 你當然去非洲啦 你當然去非洲啦 還有呢 你也到過非洲 你也到過非洲 Tenia Tenia 還有呢 應該還有人到過非洲 那你過來 來 你到非洲做什麼 去一個港口 看一些廢船 那是三十年以前的事兒吧 割到底瓦 最後發現裡面有問題 不敢繼續往下坐 嗯 很好 你到非洲有度過人嗎 有說過活法嗎 沒有 沒有 我要找在非洲洪華的人 可以下去了吧 好 你到非洲去做什麼 去看 到一個港口去看一批廢船 開個會館 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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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把它分割一些鋼鐵 做生意 做生意 對 你看那個廢船 然後把它分割 然後你把它買賣就對了 然後拖回中國 但是發現裡面有問題 不敢繼續往下坐 因為那個時候都是一些軍政府 好 那你請坐 謝謝 還有去非洲洪華的人嗎 還有嗎 還有嗎 這洪華的人抖起來 好 隨機手了 請你站起來 然後你到前面來 麥克風拿給你 你為什麼去非洲洪華 因為 麥克風拿在對準嘴 因為我跟張慶貞師兄 就是接到法界的指令 我們要去種非 接到誰的指令 法界 因為我是跟張慶貞師兄 都在歸零市同修 在屏東歸零市 你麥克風拿到嘴 講清楚一點 所以我們就到台北 對中非大使館去簽證 而且他們的簽證費很貴 一個人五千塊 所以我們兩位都簽證了 然後張慶貞師兄跟我說 我們一起要到美國 到美國去見世尊 然後去跟世尊引證這件事情 當初我們就寫了問世尊 並且那時候我持齊隆百財神相應 然後齊隆百財神要張慶貞師兄做一間農袍 一起帶到美國來 對 對 我是講 我在問 你在非洲怎麼紅髮 就是我們一起去 然後先探視 去哪一個國家 中非 中非 對 那其實我們最主要目的是要去沙伊 因為 需要做什麼 要去沙伊 沙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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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沙伊共和國 是 因為那邊得到一種叫做伊波拉病毒 然後法界有給我們四種藥 那這四位藥就是要去就醫他們的這種病毒 但是我只有找到兩位 兩位還找不到 那我曾經去那個平哥大那邊有專門清草藥的那個教授 去請示 然後說台灣沒有 妳哪要去到中非 是要去沙伊 那裡去想要去救那邊的人 救沙伊的 是嗎 對 我在問妳 妳在那邊有沒有洪華 還沒有 蛤 沒有 沒有去 蛤 沒有去 妳到底有沒有去中非 還沒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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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妳是本來想去 結果妳沒有去 是嗎 對 對 好 那就不用講了 OK 好 那妳回座 謝謝妳 我們正說中是這樣子 這個關於政治的話 我們不參與政治 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生活中不參與政治 因為政治本身很複雜 非常的複雜 我們只是在洪華度眾 洪華度眾 洪洪佛法 洪洪佛法 度化眾生 可以這樣子講 我們是愛國愛教 我們愛佛法 也愛這 也愛國家 我們主張是 世界和平 大家和平共處 政治的話 我們不參與 政治我們不參與 我們也不講政治的話 那是國家的事情 不是跟我們宗教 本身來講 我們只是 愛國愛教 妳是哪一個國家 妳就愛哪一個國家 然後呢 妳也是愛那個宗教 我們所謂的宗教 就是佛法 就是這樣子而已 很簡單 其他那個好像是說 對於國家跟國家之間的什麼 彼此之間的這個政治啊 這個我們不談 因為太複雜了 不是我們這些 平凡老百姓所能夠知道的 所以我們不要去談這個政治的話題 所以我們第一個 我們學佛 我們信仰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師知菩薩 所有的佛菩薩 我們都要很恭敬 我們對每一個人也要很恭敬 我們的一個禁禁 佛教的五個禁禁都要守 不是沒有禁禁 你不要殺生 不可以殺生 連生靈 一切的生物都不可以殺 不拖道 你不可以拿人家的東西 不拖道 不拖道 不諧疑 不是正淫 不可以 不諧疑 不妄語 要講真實語 不能講妄語 不能講妄語 也不可以罵出話 奇語 妄語 很多的話 不能夠講的 不諧疑 不諧疑 師尊以前在軍中 那個人家水服裡面裝的是水 師尊裝的是酒 那個有人在找我 到一個工兵營去找我 你們這裡有一個測量官 不知道在不在這個營裡面 他們就想 每天喝酒喝得 面孔紅紅的那一位測量官 那個就是我 我說禁 因為我害怕弟子寫我 禁 從此開始 從那一天禁酒開始 滴酒不沾 沒有喝酒 他說我禁掉就是禁掉 要禁了就禁了 人只要有潔心 有他的潔心 有潔心有毅力 他這個人就會成功 在世俗上 你只要很努力的在世俗上 很努力的去工作 都會成功 在心靈上 你精進的學佛 只要你精進 你六度裡面 我告訴你 每一個度 六波羅蜜 其中有一個是精進波羅蜜 精進波羅蜜 適合於其他的波羅蜜 布施也是要精進 忍辱也是要精進 持戒也是要精進 禪定也是要精進 所以你只要精進於活法 將來你一定是在活法上 心靈上有所成就 你如果回向給世尊 師尊的事情師尊自己解決 好 師尊自己會解決 你自己如果能力不夠的話 你不要回向給世尊 你一回向給世尊 你要承擔師尊本身的業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在這個世界上 請坐 你坐 你坐 我沒有問你 在這個世界上 你如果能力不夠 不要隨便發言說替代別人 或者怎麼樣 千萬不能 為什麼 你如果能力夠 你可以替代 你能力不夠 你就 先為自己 為自己周遭的人就可以了 因為 這個會構成業 業的力量 業 這個人本身有業 那麼 你把他的業 你要承擔他的業 你把他的業承擔過去 變成你有業 所以 你就會有災難 這個業 所以釋迦牟尼佛佛陀曾經講 業力不可思議 就是問題就是在這裡 因為他是非常複雜的 錯綜複雜的 所以你沒有能力 但是你去幫一個有業力的人 去解除他的病痛的時候 這種 這樣子呢 他的這個病痛的業 會跑到你的身上 變成業的轉移 這很少人去講到這方面的問題 好 這個業的成立 業 業本身 他是這個人本身 本來業是這個人做的 但是別人來承擔 這是會跑到他那邊的 你站起來 尊聖雷仗士 哪有人 你站起來 你去承擔了誰的業 你有承擔 應該應該是 應該是 你承擔了誰的業 害你身體變成這樣子 因為 因為 我們 在我們的 真誠雷仗士 有一個 金剛殺鬥的殘城 我們 用那個 不知道說 掃把 因為 所以 你用掃把去 掃其他的人說 一掃煩惱清 二掃 這個沒運去 三掃 業障消 結果那個人的業障 跑到你身上 因為 我是星期天是幫那個人 然後星期五 開車的時候 我追得非常不舒服 然後一個月我是這樣子 我睡得好 我吃得好 可是我是 很 dizzy OK OK 請坐請坐 你就是承擔了人家的業 承擔對方那個人的業 所以要懂得 你雖然承擔了這個業 你是好心 因為有些人是可以承擔別人的業 他身上有黑的氣 你把黑的氣全部吸過來 吸到你身上 你就變成你的業 一個聖者 一個聖者 他是吸引人家的黑氣進來 然後把他消化掉 再把這個黑氣送給虛空 要不是懂得這種方法 他才不會承擔人家的業 你就是承擔人家的業 承擔了他的業 雖然那個人被你這樣子一掃 一掃煩腦筋 二掃沒運氣 三掃夜障消 本尊福分降來臨 你如果沒有那個能力 你這樣子一掃就會到你身上 因為他被你掃掉了 就跑到你身上了 他本身就沒有那個毛病了 所以要記得 一個聖者 他就吸黑氣 吐白氣 吐白氣去給人家 如果是一般的人 他必須要吸白氣 吐掉自己的黑氣 我們做九節喉喉 你要吸白氣吐黑氣 你們的黑氣全部都由師尊來收 然後師尊吐出來是白氣 你們收到的是白氣 那師尊收的是黑氣 然後師尊再想辦法 再把這個黑氣回到虛空 這樣子才可以 這個就是夜的轉移 剛剛他承受的就是夜力的轉移 那個夜跑到他身上 哇 僅能講了好多 不過大家增下一些知識 大家增下一些知識 就是不要隨便 你能力不夠 你回向給我 那慘了 那你就是要承擔 好 我們現在進入主題吧 老師都還沒有講 很簡單 講幾下 這印尼的蓮花惠玲問的問題 在摩眼第209冊中 師尊在文集佛力與夜力誰大 怎麼講到佛力跟夜力啊 因果絕不失落 不可能更動 佛力與夜力 不可以比誰大誰小 因為同樣不失意 佛力 夜力 雙鳴 此是正理耶 前面提到的雙鳴 是指佛力和夜力都消失了嗎 請問這個概念跟非佛 非心 非物的概念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你講的就是這樣子的 佛力 我告訴你 只要是佛 他都可以把夜力給他化解掉 只要是佛 他可以把夜力化解掉的 但是化解掉 因果絕不失落 這個佛本身也要承擔夜 師家摩尼佛有沒有承擔夜 有 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他流離網是一條大魚的時候 然後 釋迦村 他把 抓掉這一條大魚 然後把這個魚全部都吃了 釋迦摩尼佛 釋迦族 釋迦族的人 把一條大魚吃了 這條大魚就是流離網 那時候 釋迦摩尼佛還是小孩子 他就走過去 打了這個魚頭三下 所以釋迦摩尼佛在這一世當中 在他成活的這一世當中 他有偏頭痛的毛病 就是因為他打了流離網的頭 所以他得到了偏頭痛 後來 大家知道的 流離網滅了釋迦族 釋迦摩尼佛本來是想救釋迦族的 結果沒有救成 因為他知道這是業力 過去 釋迦族的人 把流離網這條大魚一拿來吃掉 所以有這個因果 你們如果看佛 看就知道有這個因果 釋迦摩尼佛 佛力也一定要承擔這個業力的 這個是佛力跟業力不可以比誰大誰小 因為同樣不可思議 佛力跟業力雙鳴 這才是正理 也就是講 非佛 非心 非物的概念 是不是一樣的道理 這個人講的是對的 蓮花 繪靈 印靈 在第234文集當中 盧聖燕的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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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尊在文章裡面 聖托莉撒的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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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现在不同的地方 告诉你 目前的天上也有卢斯尊 在马哈双年池有一个卢斯尊 在沙博世界有一个卢斯尊 还有很多的卢斯尊在同门那里 所以你不要只有一个观念 当你修行成就了 你会很多的分身 跟我们讲的 南蒙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 阿弥陀佛 所以莲花童子 白莲花童子 不是只有卢斯尊一个 卢斯尊现在也不是一个 在这里有很多人看过卢斯尊的 我没有离开 最近几年没有离开过西雅图 最近这一年 但是很多世界各地的 都有看过卢斯尊的 看过卢斯尊的几手 那边有人棘手 台北 联席 看过 联席当然看过了 他每天看卢斯尊 还有呢 有谁棘手 还有的不棘手 没有关系啦 反正有人棘手就是证明 特利沙在道理天 特利沙也在第一 他也能够分身啦 圣者都会的 所以这没有什么 你不要以为只有一个 卢斯尊不是一个 代表千千万万个卢斯尊 他还有第三个问题 以后叫问 请同盟不要问那么多 重点就好 对于心经里面的设计是空 地址可以从原子层面 或量子物理学来理解 请问心经里的空即是色 要怎么样理解 看不见的空 在没有阴眼产生时 为什么也可以是色 请问地址可不可以 从大热光明空心 是一体的角度来理解 比如说阿弥陀佛的无量光 充斥着空间 所以空就是色 你想的也差不多啦 不过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是心经里面所讲到的 他们是一而不是二 有就是没有 有就是空 空也就是有 空也就是有 因为有 因为有是从空出来的 毕竟还归于空 空有是一不是二 空里面 空虚空里面就是有 我常常讲 像那个虚空 本来是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现在有彩虹 我们看到了 有彩虹 有水 有水滴下来 有云 还有打雷 还有声音 还有下冰雹 那是从空里面出来的 但是他们到最后还是一样 也是空 本来就是样子 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你现在是有 结果还是将来还是一样 归空 空就是有 有就是空 这个理论我讲过很多次了 其实我在讲的 就是讲空就是色 色就是空 讲来讲去都是这个问题 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你应该可以理解 色即是空 空就是色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佛经里面提到太多了 你慢慢去理解吧 如果还不懂的话 不能讲 哇 已经十点了 天哪 四禅为传授 这唯摩哲讲 菩萨以四禅为传授 为床 他这床就是四禅 什么是四禅 我记得好像是 所有的 欲界天 算一禅 算初禅 世界天有两禅 樊天之一禅 四九禅天之一禅 第三禅 二禅三禅 都在世界天 四禅 在无世界天 无何有 就是四禅 那个是什么 那就是 目前说法的这个座 他比喻 唯摩哲比喻 以四禅为床座 床座 就是四禅 你平时在上面打座 你可以到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初禅 是欲界天 二禅 三禅 是色界天 到了四禅 就到无色界天的 无何有 无何有天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修定 修禅定 你们佛教徒都要打座 那就是禅 禅定 床座 就是 这个座位 跟你的睡觉的 都属于床座 一尽命生 其实我们修次禅 都是在清净自己 清净自己本身的心灵 这个有两个法 你必须要注意到 一个是属于静态的 什么叫做静态呢 禅定就是静态的 但是要学你 呼吸法 你要学习呼吸法 像九节风风 宝瓶器 跟这个 金刚颂 都属于呼吸法 最高的呼吸法 是什么法 就是本人呼吸法 我知道以前师父所教的呼吸法 有七种 一种是 轰箱式的呼吸法 轰箱式的呼吸法 就是轰箱 有没有 那个火车在跑 就是属于 呼吸式的呼吸法 一个火车头 用呼吸式的 这样子拉拉拉 整个火车 全部都在跑 那是呼吸式的呼吸法 那是轰箱式的呼吸法 我说打呼 那是呼吸法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本人呼吸法 这是你修到最高境界的 有呼吸 等于没有呼吸 又细又慢又长 那是本人呼吸法 第七种 最高境界的本人呼吸法 这是感冒法 一直打喷嚏 小心传染给别人 要戴口罩 那是喷嚏法 那也是一种气 你不知道 那也是一种气 打喷嚏也是一种气 所以轰箱式的呼吸法 另外还有一种 很多种 呼吸法 九节佛风 你要观想白色的气进去 黑色的气出来 气有多长 进去跟出来的气 要一样长 你要学习呼吸法 第二种 你呼吸法 你学会了 你才能够禅定 你呼吸法没有学会 你才能够禅定 你才乱糟糟的 告诉你一句 很简单的经济 习止念就止 你没有气了 你磁气了 你念头就停止 习止 习啊 呼吸的习啊 习止 直念就止 你的念头就会停止 你只要呼吸出来 你的念头就永远不会停止 你要学习 你要学习磁气 磁气是保瓶气 就是磁气 磁气的时候 你念头就定在那里 定在磁气上面 所以呼吸法很重要 这是属于静态的 静坐 禅定 就是属于静态的 一个是属于动态的 就是让你的心跟脉 统统都干净 你的气跟脉 全部都干净 是属于动态的 这里写 从你以静命生 你清静 静态的清静 就是禅定 动态的清静 就是你的脉轮 全部干净 是属于动态的 那个叫做体位法 简单讲 就是金刚拳了 你有时候 决心钢拳 最后都要拿一个大哈抖声 大哈抖声 就是哈 然后跳起来 前身 让它自然的抖动 我们有时候不用的 一合掌 把自己的气印出来 这是什么 这是大哈抖声 就是把你的身体里面的气跟脉 让它抖动 让你的脉能够动 你的脉只要能够动呢 它就把那个不好的东西 给它排除掉 因为你气走前身 金刚拳就是气走前身 把你的脉给它动 前进 然后把你的五轮 七轮 全部通通都动 属于金刚拳的法 就叫做体位法 体位法 刚刚我 那个就是金刚拳的大哈抖声 所以师尊不用戴眼镜 八十岁了 我没有动过手术 不用戴眼镜 开车 晚上开车也不用戴眼镜 因为我眼镜 每天早上运动 转圈子 转十四下 跟你讲你要去 你如果不写我的十四下 到了你晚年 你都要去动手术 要把你的白内障 要把你的白内障拿掉 把你老化的这个老花眼拿掉 白内障拿掉 调整你的近视 都要做的 你年纪大老化了 眼睛也老化了 就是一定要 现在用那个镭射 开刀 手术 拿掉白内障的 很多 很多同盟都去做 我从来不做 也不戴眼镜 从来没有做过 因为我每天运动 眼睛的仪甲 还有耳朵 老了 你耳朵就听不清楚了 你每天一定要做明耳骨 牙齿 你老了 这个齿就会摇 就会动 牙床就会萎缩 这个牙床萎缩了 牙齿就会掉牙齿 你不会运动牙齿吗 牙齿的宜家 三十六天刚 七十二地上 然后 这个是七十二地上 这边就要 谈着 明耳骨 七十二下 耳朵就不会 这个就是静命啊 四床 是属于静态的 从与静命身 两种 一个是呼吸法 一个是体胃法 体 静就是身体 位就是位置 你学金刚拳 太极拳 也是属于金刚拳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气脉 在移动 这样大家 四禅为床作 是属于静的 从与静命身 你的身体的气脉 明点 着佛 全部都清净 我讲的跟人家讲的不一样 但是这个事事事 你要禅定 你说好 我要禅定 你都不懂得呼吸法 你怎么会禅定 定一定要 学习呼吸法 你呼吸 所以讲 久洁佛风 入三昧地 就是要你先学呼吸法 先学专一 专一就能够入定 为什么要先久洁佛风 入三昧地 因为久洁佛风 就是呼吸法 你要很认真地做 观想白色的光进来 进到里面 然后第一个 这个左鼻孔 右鼻孔 然后转一千 从这个左鼻孔出去 再从左鼻孔进来 右鼻孔出去 再从两鼻孔进来 这样通上来 不行 再从两鼻孔出去 教你这个 再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就是叫你精神集中在这里 最后呢 做完了久洁佛风 你要看你的眼睛 看你的鼻端 鼻端这里有一个夜轮 有一个夜亮的光在这里 你专注在那个光上面 你慢慢的可以进入禅定里面 才成为三昧地 这只是一个方法 还有很多种方法 呼吸法有七种 还有体位法 非常多的 瑜伽大拳 我就交给那个连银上司 里面全部都是体位法 那个就是金刚拳 这个四禅 是属于定的 禅定的 要学复习法 要尽命 就要学体位法 我是这样子讲 你要多闻 增加你的智慧 菩萨 你虽然是一个菩萨 你要跟众生一样 去听佛法 你听了佛法 就增加你的智慧 你智慧才会增长 以为智洁 以为智洁 自己要懂得 智悟 他这个讲 以为智洁 多闻真智慧 你多弃听佛法 增加你的智慧 再来呢 以为智洁 以为智洁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那个美妙的音乐 就等于是你自己的 一种 觉悟 增加智慧 你由这个智慧的增长 你得到自己的开悟 自己能够开悟 自己产生一种好的接受 都是这个意思 其实都没有讲笑话 人生就是一场笑话 不用讲 我们这样背面